沒有錯 現在讓我們用你最熱情的掌聲尖叫聲 來歡迎超人氣唱將 同時也是天堂M不揮擊的玩家 B-B書記出場 歡迎B-B書記 來來到我的舞台上 讓現場的媒體朋友還有粉絲朋友 可以捕捉一下畫面 來看一下中間的媒體記者朋友 今天非常榮幸可以邀請到B-B書記 來到我們今天現場 來看一下左邊的媒體記者朋友 還有很多熱情的粉絲朋友也來到 現在還有我們右手邊的媒體記者朋友 今天B-B書記呢 也與這個非常符合天堂M的形象的造型 登場 還有我們中間的媒體記者朋友 好 來我們請工作人員送上麥克風 趕快請B-B書記跟現場所有的媒體朋友 粉絲玩家大聲招呼 各位媒體大哥大姐 幸好大家好我是B-B書記 大家好 今天好開心可以看到B-B書記 今天好開心可以看到B-B書記來到現場 今天你其實來到現場是有任務在身的 你要為我們今天的這個巡迴活動 揭開序幕有一個啟動的儀式 你要為我們這個舉行的死騎拉扒車 來揭開他的序幕 所以現在馬上有請我們的工作人員送上我們的啟動道具 來麥克風交給我 這個啟動道具呢就是真明王執行劍 好 哦 可以看到他拿著這個執行劍 讓現場的媒體朋友可以捕捉一下畫面 那麼呢 再待會呢 我想邀請現場所有的朋友跟我倒數五秒鐘 就請B-B書記呢 可以來揮動他手上的真明王執行劍 來為我們今天的活動揭開序幕 同時呢 也要揭開我們巨型死騎拉扒車的真面目囉 好 現場準備好了嗎 B準備好了嗎 好 到揮動喔 來 一塊倒數 五 四 三 二 一 請 啟動 從這一刻開始 今天堂安周年請全台巡迴正式啟動 巨型死騎拉扒車們也將會巡迴全台 帶著我們馬上的心理還有豪華禮物 跟全台的雅丁勇士們來見面 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台巨型死騎拉扒車不只外形相當的習近 它所承載的類物也會讓所有的玩家微之崩橫 趨之若露露 待會兒BB書記也會為我們來試玩 來看看這個拉扒機的效果 喔 來 我們來這個母親工作人員把這個我們的真名皇執行件先收起來 往回看一下 這是第一次我們的巨型騎拉扒車出現在大家面前 可以看到它非常帥氣的內裝對不對 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遊戲啊 今天的活動的這個遊戲跟天堂M本身很有關係 我覺得 因為天堂M也是需要很多運氣 對 拉扒是需要運氣 天堂M的活動的一個精神 也是需要很多的好運 沒錯 那麼今天B呢 就要當這個所有的玩家之前呢 要來試玩一下我們的拉扒機 所以現在馬上有這個麥克風交給我 我們請這個B呢 移動到我們拉扒機的啟動感旁邊 請這個媒體朋友 可以把你的相機攝影機 對準我們的BB書記還有我們的拉扒機 好我們請Hold住我們的啟動感哦 那麼待會呢 一樣倒數543A之後呢 就請B拉下我們的啟動感 啟動我們的拉扒機 那麼這個拉扒機呢 有這個虛寶也有很多的實體獎項 反正大家來抽手氣 準備好了嗎 有沒有很緊張 緊張對不對 因為你會成為第一個來試玩的玩家 好現場跟著我一塊來倒數哦 五四三二一請啟動 不錯 不夠用力是不是 再一次再一次哦 我們倒數三秒鐘好不好 要用力的把它啟動一下 三二一請啟動 呼呼喔 我們的巨型拉扒機已經正式啟動了 究竟BB書記會為我們抽到 什麼樣抽空的禮物咧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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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w 恭喜BB書記象徵性地 替我們抽到了這次循迴活動的最大角紅叛 謝謝 我們請B再移動到我們的舞台中央 這就是我們英雄辯稱卡 真死亡騎士 紅辯 怎麼樣 抽到紅辯感覺如何 最大獎 對 這是最大獎 歐葉 歐葉 除了歐葉還有什麼 因為這個也是新的 新的辯稱 紅辯之一 所以很開心 很開心對不對 如果你也想像這個B一樣抽到紅辯的話 記得要跟著我們的巨型騎喇叭車 他即將會巡回全台 從今天開始 那接下來呢 包括在新竹啊 台中啊 台南 還有高雄 對 跟全台的這個玩家們來見面 所以大家一定要來好好的試試手機 那麼今天呢 我們B來到現場 當然跟B好好地來聊一聊 每一次看到BB書記呢 除了覺得很帥氣很溫暖之外 每一次他都會有新的作品 或是新的消息要帶給大家 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接下來有什麼新的工作跟挑戰 接下來喔 首先要準備跨年的演唱 所以我跨年會去桃園跟花蓮 那個見面 你們會去桃園跟花蓮嗎 會 會 所以你到哪裡 粉絲朋友就到哪裡 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跨年的演唱之外呢 喔 還會準備明年的新專輯當中 喔 明年就會有新專輯帶給大家了是嗎 是 我們知道這個B呢 這個忙碌的工作之餘 他呢 平常的生活就是工作 唱歌 吃飯 睡覺跟玩天堂 欸 是的 從這個天堂在台上市的第一天開始到今天 B都是這個骨灰級的玩家 非常死忠的粉絲 那麼在過去這一年當中 你玩過這麼多的職業角色 你最喜歡哪一個職業 是以前很喜歡騎士 以前喜歡騎士 但是現在 開始玩黑妖之後就 很喜歡黑妖 喔 因為這個六月份的時候 天堂愛人也找來B B舒靖來代言黑妖這個角色 為什麼特別喜歡黑妖 就是因為他的攻擊力 還有他的一些專屬的魔術 就很吸引人 雙重加倍的那種攻擊力 他有這個鋼爪跟雙刀 對不對 有兩種特別的武器 他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這個黑妖的部分 練到第幾級了 說出來嚇嚇大家 沒有很低 75而已 很低75而已 那邊有玩家那邊 喔喔喔喔喔喔喔 應該都是80幾級 有80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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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有吧 有嗎 有的話舉手一下 有人起來抓臉啊 後面那邊有人舉手欸 我來當我的隊友 來當B的隊友 真的不錯喔 很不錯喔 那麼剛剛BB舒靖呢 也幫我們試玩巨型拉霸機 然後你也拉出了這次的最大獎 紅辯的部分 為什麼玩家對於紅辯 會這麼的瘋狂跟興奮呢 首先M的裡面的所有的變身都要合成 對 都是要合成 那都有等級 對 一般的藍辯 然後高級 紅辯 紫辯 現在也有神話的 也有神話的 對對對 所以紅辯其實也是非常非常難得到 紅辯就是藍辯要四張 對 就是要合成 對 那跟大家報告一下B 目前在天堂M當中沒有幾張紅辯 說出來嚇嚇大家 我只有更重複加起來的話是12張 12張紅辯 非常值得掌聲給這個BB舒靖 你知道這個真的相當不容易耶 是 你花了多少時間在那個上面 時間 時間就其實 從台灣有出天堂M開始就玩 然後 就花很多時間 自己很多 知道的 對 玩家們都會知道 就是你只要一玩到天堂M 你真的就離不開天堂M 這就是天堂M獨特的魅力所在 對不對 我們也知道你在玩這個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豐功偉業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在過去一年當中 遊戲過程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我們開府 之後就是我們的邪門 第一個拿下來肯特城 第一個攻下肯特城 你們的盟 而且聽說你是第一個怎樣摸到皇冠的 就是我們的王子 喔 王子 喔 這個非常的厲害 你第一個攻下肯特城 對 然後成為王子 對不對 就是我們就 他是血蒙的王子 不是 就是我們 我們血蒙的王子 你們血蒙的王子 喔 對 這個就知道 這個有玩過的都會知道 攻下肯特城 其實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已 第一個城 然後其實我們第一個拿下來之後 就沒有再拿下來過 對 所以就 發生什麼事 就第一盟太強了 對方太強了是不是 擊敗一個打 我們二十幾個 所以你們是以寡以重嗎 就是我們 嗯 對 反正就是很難 對 很難很難 那接下來還會想要有什麼 成就嗎 成就嗎 在遊戲上 對 希望真的得到傳說的武器啊 傳說的武器 傳說的武器 像是什麼 像我現在最想得到就是 跑笑 跑笑 跑笑雙刀 跑笑雙刀 這也是很難得到的 對不對 真的非常難 不過這個有玩過天堂M的玩家 都知道這個 衝裝 是日常吧 對 日常 對 常常要做的事情 是 畢竟你要衝裝才能 變強 變強 才能夠一集一集往上去 對對對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 衝爆 就是爆裝 的心痛 我相信所有的玩家也都體會過 畢竺有體會過嗎 有啊有啊 目前我玩就是 最好的武器就是 加巴的惡魔王雙刀 喔喔 加巴的惡魔雙刀 對對對 消失了 但是就是 對 從加酒的過程當中 它就消失了 那個感覺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 衝爆之後 我的手機也有一點 滅爆 哈哈哈哈 太生氣了 太傷心了 對對對 喔 因為這個非常的難 因為很難得到 然後你又想要 在加酒上去的時候 欸 居然因為想要強化而消失的武器 所以武器應該是加酒是 有一個階段性的目標啦 目標之一 目標之一 但是這樣的心痛 我相信 很多玩家都有共同的經驗 但是現在 沒有關係 機會來了 希望 也來了 因為這是天堂M的週年慶 所以呢 我們也帶著滿滿的心力 要送給B 還有全台所有的玩家 一個非常大的回饋 什麼回饋呢 我們馬上有請我們的聖誕 來 女槍手送上我們的 Gamma Q4 這是 裝備復原券 來交到B的手上 B 你可以跟大家講 拿到這一張 有多開心嗎 就是你可以復原你的 最好的 不管是武器 裝備 飾品 都可以回到復原 都可以回到復原 他已經回來了 已經重回你的懷抱了 那重回的那一刻 感覺怎麼樣 很好 但是又怕我又要點 就人不重要 加久上去 然後又要無限了 不過這就是 天堂M好玩的地方之一 來讓我們的現場朋友 可以捕捉一下畫面 這就是我們這次的 非常大的回饋吃一 Gamma Q4 那麼呢 你只要呢 在遊戲當中呢 用365金幣來開啟Gamma 一週年禮物 來 麥先給我 來讓現場朋友 你給捕捉一下畫面 你呢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 裝備復原券 Gamma Q4 還有這個 Gamma變身盒子 以及一週年的 戒指製作書 那麼這個 裝備復原券呢 可以讓你這個 稀有等級以上的 裝備復原一鍵回來 就像我們的 B書記 他把他的加巴惡魔雙刀 給回到身邊了 我相信這是所有玩家 非常喜歡的 好 謝謝 我們請這個 聖誕女槍手 把我們的Cupon 先暫時保留一下 終於可以這個 回復到你喜歡的這個 武器了 我相信相當的開心 那麼你知道 今天除了是天堂M的 這個上次週年的巡迴活動 啟動之外 今天是一個什麼 特別的日子嗎 快要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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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兩天就是聖誕節 是 那麼今年聖誕節 壁壁書記 要跟誰一起過亞 誰喔 跟家裡的狗狗們 家裡狗狗們 對 因為當天沒有工作 所以我就會在家 會在家 然後跟朋友 會跟家人一起過聖誕節 對不對 就是可能公司的同事 就是大家一起歡慶聖誕節 我們都知道聖誕節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要拿禮物 你剛剛有提到 你想要得到的是 咆哮雙刀 另外如果是實體的東西 你想要得到什麼 實體的其他的 就是 身邊的人身體健康 身邊的人身體健康 想要得到的就請掌聲一下 真的是大暖男 你真的非常的寵愛所有的粉絲 真的非常的溫暖 把這個身體健康送給大家 不過你剛剛有許下一個心願 就是要得到咆哮雙刀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 真的拿出咆哮雙刀給你 但是天堂M也是心意滿載 我們也準備了一個 超級特別的聖誕禮物 而且呢這個 之前就有跟壁書記預告說 我們會準備一個聖誕禮物給他 但是我們賣關子賣得非常久 你有猜到是什麼嗎 不知道 而且這個很多人都不知道 也都還沒有見過 到底是什麼特別的聖誕禮物 有請我們聖誕女槍手 递出我們要給壁壁書記的聖誕禮物 來這個麥克風先給我 我們也請壁壁書記 親自揭曉這份聖誕禮物 請拉開 這是天堂M一周年的紀念戰靴 來我們請兩位還有我們的特製戰靴呢 讓現場的媒體朋友可以補充畫面 好我們也請到現場朋友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天堂M還有馬丁所共同合作 所特製出來的天堂M一周年紀念戰靴 來看中間的媒體記者朋友 兩位請看一下中間 還有我們左手邊 以及我們右手邊的媒體記者朋友 好我們也請這個壁壁書記 把我們的這個戰靴拿在手上 兩隻戰靴都拿著 讓現場媒體可以再捕捉一下畫面 那麼這雙呢 中年的特製戰靴呢 融合了天堂M的元素 當然也融合了壁壁書記的形象 那麼待會我們會好好介紹這雙戰靴 好看一下右手邊的媒體記者朋友 還有中間 中間的媒體記者朋友 這是非常特別 全世界就只有這麼一雙 是由天堂M還有馬丁共同合作 好還有左手邊的媒體記者朋友 到底融合了哪些元素 趕快跟壁壁書記的好好聊一聊 來你拿一隻我拿一隻好不好 先給我們先給聖誕的槍子 先不要走 因為我們要介紹一下介紹 這個戰靴 好帥喔 你看看第一眼 感覺如何 帥帥 只有帥可以形容 對不對 因為你看我們的左腳 他融合了天堂M的元素 這個是天堂M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角色 死亡騎士 另外一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天堂M一周年的紀念 logo 也在上面 這全部都是手會會上去的 另外一隻腳就跟壁非常有關了 來自己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跟你有關係 應該是7 7是我最喜歡的數字 數字 然後T7的意思對不對 對這樣子 然後也有我的名字 還有電吉他 對還有象徵BB舒進在歌盤王子地位的創作吉他 喜歡嗎 喜歡 喜歡 是不是 可是穿在路上很高調 哈哈哈哈 哇 可是你其實不穿那個走在路上也很高調 不會不會還好 我私底下還好 私底下還好 謝謝 不過非常謝謝這個BB舒進 謝謝天堂M 謝謝 很喜歡你們準備的禮物對不對 而且這個全世界只有 就是可以收藏 可以收藏 對 可以留給接下來的小孩 或是你以後的朋友 可以這個觀賞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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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他非常有紀念價值就對了 非常謝謝 我們也請這個 謝謝 你相信先把這個放到我們旁邊 好 我們都知道這個BB舒進 收到的旅遊剛剛表現得很開心 可是 你平時其實是不喜歡粉絲朋友 破費花錢買旅遊 你前輩我要靠你前輩 我要靠你前輩 為什麼 因為覺得像今天一樣很多粉絲家人們會 我有活動或是特別的活動 大家都要來現場一起參與 我覺得大家都是 可以擋住 當然有自己的生活之外 為了我來 每次都來現場 可以擋住你的爸爸嗎 我覺得 像今天輩的部分 希望是想要讓大家留著自己身 畫在自己身上 你真的很貼心又很用心耶 這是應該的 而且你知道他的貼心和用心 不只是疼愛所有的粉絲 聽說你今天還要加碼禮物 送給粉絲朋友對不對 是什麼咧 是 剛剛就是大家看到的那個 馬丁圈 馬丁圈 我會也會自己手繪 你會自己手繪一雙馬丁圈 然後送給粉絲朋友 想不想要 想 我知道大家很想 我也很想要 因為是必親手手繪的這個馬丁圈 我相信也是全世界也就只有那麼一雙 可是想參加的粉絲非常的多 想得到的粉絲也非常的多 可是名額只有一個 想要怎麼參加 想要如何得到 記得 大家準時 也不是準時啦 要持續的鎖定我們天哪岸的官方粉絲專頁 你就可以知道到底要怎麼樣來參加我們這次的活動 怎麼樣可以得到必必書記提供的聖誕禮物 希望你 你 你 就是那個超級幸運的人 當然也要謝謝B的貼心啦 好 那麼今天既然是這個 剛剛有提到聖誕夜的前夕 大家都希望要有一個 永生難忘的聖誕節 今天既然請到B來到現場 我想要幫現場所有的粉絲來加碼 要求一下B 可不可以開金口 唱聖誕歌曲給大家聽咧 好啊好 那 你說什麼 好啊 好啊 唱一首自己的創作也是跟聖誕有關的 要清唱對不對 清唱 哪一首呢 要唱哪一首 唱MISSING CHRISTMAS MISSING CHRISTMAS 要清唱喔 所以大家趕快拿出你的相機 記錄一下 分享這難得的一刻 你知道很多歌手不願意清唱給大家聽 可是B B淑敬願意今天開金口唱歌 給所有天堂M的玩家還有粉絲聽 所以現在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B B淑敬所帶來的 MISSING CHRISTMAS LUK 我清唱好緊張喔 LUK 讓我們聽聽到 聽聽到 會鬥墜 純白的季節 遠世界 路由那非東京 你我我的 那刻 瞬間 讓我們聽聽到 盯盯到回到最良人的世界 很甜蜜 又在天黑碎片 只要你笑 我什麼都OK 在旁邊聽到幾雞皮疙瘩 不是因為天氣冷 是因為你唱的 不是 唱的實在是太好聽了 如果你覺得好聽的話 再次給畢舒敬一個熱烈的掌聲 我覺得我們都好幸運喔 因為這一刻呢 我們都會永遠記得 2018的聖誕夜前戲 有畢舒敬的歌聲還有天堂M 以及我們這個圈台最大的死騎拉霸車 來陪慨我們度過一個永生難忘的聖誕節 真的非常謝謝畢舒敬今天來他的現場 那麼緊接著呢 我們在舞台上面呢 要進行的就是電子媒體的聯訪時間 有需要的電子媒體朋友 可以馬上的到我們的舞台前方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喔 在待會電子媒體的聯訪結束之後 畢舒敬還會留在現場 要跟現場的玩家們來PK玩遊戲 另外他也要當聖誕老公公 來發出我們這次的四騎公仔娃娃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 好那現場呢 有需要的電子媒體朋友 都可以到我們的舞台上方 BB書記已經準備好了 好嗎